大家好,我是吉尾的卡夢 大家好,我是吉安的妮妮 歡迎卡子哥,歡迎妮妮啊 我們先來問一下卡子 上一周沒有打比賽嗎?對不對 我們也是看了對面的比賽 那這一周會懷著什麼樣的心情來面對到對面 這一次就是 因為上一周那個哼哼帝國打得不錯嘛 所以這一次也是 你是我黑粉沒關係啊 你是我黑粉你 你沒關係,直播人挺多人看我不爽的,很正常 你是黑粉,你不給他引戰 我隨便你怎麼看,無所謂的 對吧,你去什麼社交媒體平台上罵我 都是無所謂的 無所謂的,巴不得多罵點 就只要不要引戰到其他隊伍吵起來就好了 其他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啦 因為覺得對面沒有練圓巾,自己練了 但事實來看,確實對面沒有練圓巾 這個圓巾確實打出機會來了 這個圓巾確實打出機會來了 他應該沒有大心臟 這個時候 中場還是地下室,電機一踹 那邊也過不來 就穩了 也是摸到了對面沒有帶大心臟的這樣的一個契機吧 黑粉還好的 黑粉還好的 也不是說黑粉啦 主播也不是什麼人物 就是不喜歡的很正常 但是 看比賽我還是工具人嘛 看比賽的話有個工具人還是挺好的 我先吃完了 不然影響直播 那想問一下 因為也是看到中間勾了一個格窗勾嘛 還是比較帥的 你平時也會去在各個地圖研究一些比較可能冷門一點的勾點嗎 這張圖路頭是存在這種勾點的 不過這次沒咋用上 沒咋用上 那外亞卡子跟我們平時訓練一下的時候 念念我們用一些比較冷門的地方去勾過你們 有 他其實 他其實自己有研究很多這些地圖的怎麼好勾 怎麼比較刁壮的勾點 這個挺好的 對 他是特別特別努力的 那到了我們求勝者這邊下班局 其實也是一個三跑嘛 奠定了我們今天的一個勝利 問一下卡澤哥吧 那一局三跑感覺開局還是一個古董商的個人秀了 嗯 因為我們的策略就是 不管是打 這個 擺播說實話哦 守夜人 嗯 就是把古董商這個比較好牽制的位置給放到比較危險的位置去 然後其他人選擇規避 地板 那到了我們第三局 今天見識到對面這個絕活速散的能力了 感覺怎麼樣有沒有壓力比較大 可以了 吃完了吃完了 絕活速散確實是絕活 就是抓人的壓迫卡也很好 然後也一些處理前鋒啊 然後一些抓人思路 然後控場思路都挺好的 嗯 那一局開門戰 當時兩個人在捅一個門嘛 面對速散雖然說沒有傳送 還是有一點點小嚇人的 那個時候會有什麼樣的處理方式 嗯 那個時候其實那個開機是 我們這邊是開機是有點失誤了啊 所以導師開門上 等一下是CSC啊 等一下 我先看完采訪 我們能讓小說家去 吸出一本書 然後去打一個 雙跑 就進口去震一下 但是不好震 然後選擇開機的時候交流失誤了一下 嗯 還是有些細節方面可以處理得更好一些嘛 那其實到了最後一局 對於捏捏來說 我們這邊只要保品就可以了 我們想過非常多的保品角色 唯獨沒有想到 今天直接會亮眼手魚人精 當時和教練 有什麼樣子的考慮說 今天我就要上一下 其實月亮和選手的時候 就已經在考慮魚人精了 因為知道他會搬我路頭和歌劇了 然後這張圖很多角色不好打 魚人精打這張圖有優勢 防鬼屋 嗯 有優勢而且今天表現得非常亮眼 打得非常不錯 也是扛住了壓力 完成了這樣子的一個平局嘛 那今天的話 CSC啊已經二連勝了 下一周我們可能就要打 勝者組的一個決賽了 兩位對於下周的比賽 會有什麼樣子的期待嗎 下周就爭取打得別那麼粗糙了 都把狀態都發揮好了 然後爭取直接勝者組贏下競技 爭取勝者組 那年年呢 拿下 拿下 簡簡單單兩個字 那也是期待這樣 我覺得大家會 Raw 片 Greek 卡卡 下一周的精彩表現